那些軍民,包括加密程度去到超過56%的東西 其實都已經受管制了,到時可能要申請拉審 但申請拉審就好像申請LISA,它不一定會批評 有沒有一些儀器,有沒有一些網絡儀器,或者一些路由器 或者其他東西你買不到,於是要找替代品 在通訊商的層面,數據中心都是 但其實這些器材可能連工程界、醫學界 有很多這些器材我們都不知道 舉例最常見的,例如醫學界會有很多極光的 或者有很多很精密的儀器的醫學器材 會否都發現到這些類型,到時申請會否有問題 現在買一隻PC,一張新的,可能已經頂得著以前一百隻PC 重多速度,那究竟這些東西到時會不會每一樣東西都限制到這個位置呢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,會不會連一些迫挖的CPU都受限制呢 所以每一個界面其實可能都有一些不同的東西 其實本來要入口都要受限制 那到時批不批這些限制,又是一個問題 你已經找到有沒有替代品 譬如,如果這個路由器沒有,那我可不可以買華為的路由器呢 是否一模一樣的呢 到時是不是有些美國技術,其實華為都拿不到呢 因為華為都在發這件事的嘛,華為都買不到那些美國CPU的 那到時是大陸是不是已經有科技術,所以就沒有了